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行纵览 7月30号下午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郭强大孝 在例行记者会上主动发布消息 近期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轰6G 轰6J等新型战机 在南海有关海域开展昼夜间高强度训练 完成了昼夜间起降 远程奔袭 对海面目标攻击等训练科目 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次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有助于提高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和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任郭强还发布消息说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空军部队将派援赴俄罗斯 参加于8月23号至9月5号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2020 其中 陆军部队将参加坦克两项 坦克车组等五项比赛 空军部队将参加空降台空降兵分队比赛 为全景记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盛况 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了电影纪录片《2019阅兵盛典》 于8月1号起 在央视 中国军网 中国军事网 以及多家视频网站平台公益播映 总时长约58分钟 该片突出展现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领导下 人民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成果 其中反映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注重仪式美感与电影质感相结合 中国气派与军事特色相统一 具有很强的视听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据中国军事网7月29号报道 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 近日组织南昌舰 成都舰和大同舰组成舰艇编队 进行了连续10天的海上训练 在玉顶海区 我国首艘万吨大区南昌舰 率先执行主炮对岸射击命令 精确命中目标 随后三艘军舰集中火力 同时对岸上目标进行打击 夜幕降临 南昌舰展开了夜间单舰对岸射击训练 精确击中 按上目标 开始收听 预备报 报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 大家看 今天军事专家陈虎老师将在线 为广大观众和网友答疑解惑 好的 我们来看第一条 在美军中有一句名言 就是唯一比敌人炮火还精准的 就是有军火力 近日 这句话在美军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一辆M1A2主战坦克在训练中被队友误击 据美国防务博客网站7月22号报道 一辆美军M1A2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近日在德克萨斯州布里斯堡训练时 误击了另一辆M1A2坦克 报道称 肇事坦克将2600多米外的一辆M1A2当成了把镖 向他发射了一枚M1002多功能练习弹 击中了那辆坦克的炮塔左侧 由于使用的是练习弹 炮弹没有贯穿装甲 而是打飞了炮塔上的车掌独立热像仪 同时造成热像仪射向坦克装填手 静运的是 这名装填手当时穿着防破片背心 侥幸捡回一命 不过 事故造成他肺部塌陷即断了手指 现场血迹斑斑 广西柳州的网友狼行天下提问 美军M1A2坦克装备了很多敌我识别套件 通信设备也非常齐备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物机有军的事件呢 其实这种事件的出现 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的问题 尽管你主战坦克里头可以装备各种各样的敌我识别设备 但是这些敌我识别设备 它不能够自动制止你的射击 它只是向你的操作人员提供敌我识别的信息 而如果你操作人员忽略了这些信息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就形同虚设了 陈老师 为什么一枚练习弹就能让一个坦克车组丧失战斗力 这也太夸张了吧 实际上这发练习弹呢 它并没有击穿坦克的装甲 甚至呢 连穿甲的这种的姿态都没有形成 它相当于打在坦克的炮塔上形成了一个跳弹 然后呢 是把坦克的红外观测仪给打飞了 包括坦克炮塔外部的一些设备打飞了 而受伤的人当时是上半身探路在这个舱口外面 被载这个炮塔外部装甲打飞这些设备 横飞出来这些碎片给打伤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 一辆俄罗斯装甲车在参加活动时 因海水倒灌沉入克赤海峡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7月25号 俄罗斯的地区性军事技术协会 组织了一场勇气之路活动 在活动中 有三辆BRDMR装甲车 从塔曼湾沿岸驶入克赤海峡 最终目标是到达对岸的克赤格罗耶夫斯科耶镇 穿行距离约15公里 然而在装甲车驶过约5公里后 最前面的一辆BRDMR突然遭遇强风和强流 导致海水倒灌 舱内进水来不及抽出 车组人员被迫汽车撤离 BRDMR装甲侦查车 是苏联于上世纪60年代初研制的 该车在研发时采用了包括全封闭机枪转塔 后置大功率发动机等多项新颖设计 使车辆的水路两栖性能得到很大改善 河南新阳的网友城官虎将提问 这种装甲侦查车能用来横渡海峡吗 俄罗斯人是不是胆子也太大了些 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些装甲侦查车 它是具备水中航渡的能力 但是一般来说是在内陆水域使用的 海上有的时候海况比较复杂 风浪比较大 它这种车辆本身的航渡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一般来说在海上特别是开阔海域 一般是不使用的 但是我们讲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所以胆子确实很大 在一些节目的报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我国的05式两栖战车 在海中航行的画面 陈老师这种专用的两栖战车 是如何解决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的 专业的两栖战车和这种兼职的装甲车辆 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在航渡的方面 对海况的要求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以及防渗漏和排水方面 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你以咱们05式两栖车族为例 因为它本身在水中高速航行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个生力体 它可以像水艇那样 在水面抬升高速航行 这样一来 它本身的抗风浪能力就要好得多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美军战斗机近日竟然对一架伊朗客机下手 导致这架客机被迫做出紧急避险动作 多名乘客因此头破血流 据伊朗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3号 一架载有150名乘客的 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A310客机 从德黑兰起飞后 在经过叙利亚上空时 遭到两架美国F15战机侵扰 客机飞行员不得已紧急下降高度 避免与美机相撞 飞行数据显示 该客机曾突然俯冲 之后再次抬高 最终降落在目的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 事件中有多位乘客头部受伤 机舱内行李散落的遍地都是 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便称 美军F15战机按照国际规范 在一公里外对伊朗飞机进行目测识别 目的是为了确保驻扎在 叙利亚坦夫基地人员的安全 确认对方是民航客机后 F15战机便拉开至安全距离 山西太原的网友钱困一致提问 美军声称当时是对伊朗飞机进行目测识别 从技术角度来说 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这个说法完全是一种托词和借口 或者说是一种无赖式的狡辩 因为所谓的目视识别 你是在遇到不明目标的时候 你近距离的目视识别 但是这是一个国际航线 它的这种航线的位置 航班的时间完全是公开的 所以说你只要掌握正常的这种航班信息 它不存在一个近距离目视识别的问题 更何况你的所谓的目视识别 到达这么近的一个距离 恐怕也是当时美军的飞行员 是接到了某些指令 另外有所图谋的 好 感谢陈胡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欢迎登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国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美国乌克兰主导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 而黑海舰队针锋相对 按照目前这种对峙状态持续下去 两海加一路 对峙状态将会明显升温 北约及其伙伴国对俄罗斯战略挤压能否收效 俄罗斯有信心也有能力去打破美国 包括其他北约成员国在陆地在海上发动的攻势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 当地时间7月20号至26号 由美国和乌克兰主导的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在乌克兰南部黑海海域举行 面对战略对手在家门口的挑衅动作 俄罗斯黑海舰队毫不示弱 对其全程监视并举行士兵实弹联习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约及其伙伴国 也在陆地上上演演习对演习的戏码 那么北约及其伙伴国从不同战略方向 对俄罗斯施压收效如何 俄罗斯针锋相对的动作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杜文龙 房冰 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据新华社报道 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由乌克兰和美国于1997年发起 后发展为年度例行军演 通常持续两周左右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时间缩短为一周 乌克兰 美国 土耳其 西班牙 格鲁吉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挪威八个国家的27艘军舰 19架飞机和约2000名军人参加了本次军演 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 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波特号 参演的八个国家中 除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外 其余军事北约成员国 为减少接触 今年的军演只保留海上项目 主要内容包括海上战术演练 通信技术演练 海上排雷 海上拦截 防空作战 反潜作战 航行补给 闯入船只排查等 所有演习课目均采用北约标准 刚刚在7月就任乌克兰海军司令的 阿列克谢内兹帕帕少将声称 本次演习的目的是 维持黑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他还直言不讳地表示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项军演是加入北约的主要工具 而美国第六舰队司令 海军中将尤金·布莱克则表示 波特号驱逐舰重返黑海 表明第六舰队和美国海军 始终支持盟国和北约伙伴 展现了美国对于欧洲 集体防卫的决心 对于乌美双方的表态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 7月20号表示 海上威风2020演习 完全没有巩固地区安全 而是在削弱地区安全 此次军演并不符合 保障地区安全的实际需求 反而使安全局势恶化 使欧洲出现新的分界线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7月27号报道 美国海军特遣舰队指挥官 约瑟夫·加利亚诺表示 美国与乌克兰将邀请超过50个国家 参加明年的海上威风联合军演 乌美两国声称 海上威风2020军演 是为了维护黑海地区的安全稳定 俄罗斯却称 此举是欧洲出现了新的分界线 杜老师 对此您怎么看 这是冷淡的起点 如果像现在海上威风2020 持续进行演练行动 美军把周边的盟国正在进行集合 如果在黑海 包括波罗的海进行连接 在两海方向 对俄罗斯可以构成重大威慑 陆上地区都是美国和北约的朋友 像乌克兰已经成了 所谓增强型的伙伴 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完全纳入北约 如果从战线上去划分 现在的波罗的海到黑海 已经成了北约 美国与俄罗斯的战斗分界线 按照目前这种对峙状态 持续下去 两海加一路 对峙状态将会明显升温 所以今后我们判断 新冷战的起点 即将在两海地区重新燃起 乌克兰方面声称 海上威风军演是加入北约的主要工具 乌克兰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为什么这么热衷举行这项军演呢 杜老师 乌克兰在黑海附近有独特的优势 港口兵力都可以参加各种演练行动 如果美国和北约 持续的在黑海演练行动 依托的是乌克兰的战略资产 无论是它的指挥机构 军港防空反导等设施 都可以为北约进演提供某种保护 这可以成为加入北约的砝码 从目前看呢 乌克兰的地位跟之前相比正在提高 增强型的伙伴关系 多了增强两字 给乌克兰已经戴上了一顶高帽 所以今后与美国和北约 在战略上保持一致 美国战机飞越乌克兰领空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把自己的家园当成美国的基地 很有可能是乌克兰下一步的选项 所以这种所谓戴引号的以身相许 标志着今后与北约的关系 正在逐渐靠近 据新华社报道 7月27号 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顺利结束 声明说 此次联合军演的一大特色是 设立了双指挥中心 两个指挥中心分别位于 乌克兰奥德萨海军基地 和西班牙罗塔美国海军基地 在军演过程中 两个指挥中心不间断进行信息交流 远程制定行动计划 并在黑海执行 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家国防管理中心 7月22号发表声明 称俄黑海舰队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 对参加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的 北约及其伙伴国舰机实施监视 7月23号 俄罗斯空间军两架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进入黑海中立水域上空 执行飞行任务 共飞行约4500公里 对北约及其伙伴国舰队 进行监视与模拟打击 另据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处 7月29号发布的消息 黑海舰队当天起开始举行军事演习 有20多艘舰艇 海军航空兵和防空部队的固定仪飞机 及直升机参加 进行海上作战 防空和反破坏防御 摧毁海上及岸上目标的训练 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的一大特点就是 在乌克兰和西班牙同时设立了两个指挥中心 黄老师这是出于什么目的的 好的 这次美国为首的北约六国 跟乌克兰格罗基亚 这两个非北约的前东欧的国家 那么组织海上威风联合2020军演 之所以设两个指挥中心 恐怕首先一点原因就是 毕竟是北约国家与非北约国家 一个乌克兰一个格罗基亚 一直想加入北约 毕竟它还不是北约国家 所以在指挥系统上 可能有必要设立两套 对 指挥北约国家的 和指挥非北约国家的 那么如何去磨合 如何去协调 最终能够达到完全取向一致 再一个考虑呢 如果这两国家 真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入北约 能够跟北约在军事上 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 这两个指挥中心 可以视为一个后方的基本指挥所 和一个前方的前进指挥所 你比如说这里边 在乌克兰奥特萨这个海军基地 就可以视为 未来这个北约联合军事演习的 前进指挥所呀 另外在设在西班牙 美国罗塔海军基地的这个指挥所 你可以把它视为 设在后方的基本指挥所 那么这两个指挥所在这次演习中 已经实现了数据指挥通信系统的 某种程度的协调 或者是这个同步一致 那你可以视为 就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呀 所以说这个情况 其实它所展示出的最大的含义 就在于乌克兰和格鲁加 这两个我们讲 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 现在已经在跟北约 越来越往一体化的方向去发展 在对手举行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期间 俄军出动了两架图R2M3轰炸机 在黑海上空执行任务 魏老师 这动作是想传递什么信息呢 我认为呢 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向北约亮剑 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呢 北约可以说是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嚣张 不断的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五枪弄棒 北约的很多成员国 甚至是很多的域外国家 都进入到了黑海的范围内 组建起了联合舰队 针对俄罗斯进行力量的展示 俄罗斯呢 肯定不会等闲视之 派出两架图R2M3 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 我相信呢 它是想发挥这种以空至海的作用 因为图R2M3呢 它可以携带个儿头很大 威力很强的空射型的反舰导弹 针对对方的大型战舰 甚至包括美国海军的宙斯顿战舰 构成远程的火力威慑 更何况 现在图R2M3 进行不断的升级和改进 信息化的作战能力 全方位的提升 还可以挂装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可能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 比如说美国的航母 包括美国海军的宙斯顿驱逐舰 也会构成巨大的威慑能力 和这种强大的这种摧毁能力 那么这一次出动的图R2M3 不一定会挂装匕首 但是呢 它可能会在模拟的状态下去演练 发射高超声速导弹 打击水面移动目标的能力 那么既然美国海军的宙斯顿已经送上门来 我相信俄罗斯不会白白放过这样的一个练兵的机会 俄罗斯黑海舰队面对北约及其伙伴国军演毫不示弱 那么这支舰队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黑海舰队始建于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 由它与波罗的海舰队远东太平洋舰队一起组成的沙俄海军 实力位居当时世界海军的第三位 1917年11月7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沙俄旧海军的基础上组建红海军 并成立了波罗的海舰队 黑海舰队 离海分舰队等内海舰队 到苏联解体前 黑海舰队已成为拥有833艘各型舰船的庞大海上力量 其中主要水面舰艇45艘 潜艇28艘 各型飞机200余架 总兵力约8万人 苏联时期 黑海舰队是苏联海军四大舰队当中实力最强大的 主要基地和舰队司令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伯尔港 苏联解体后 黑海舰队一度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联合舰队 由两国共同指挥 在经过数年扯皮之后 1995年6月 俄乌两国正式决定将舰队一分为二 俄罗斯接管了黑海舰队80%的船只 其余归乌克兰所有 但有关舰队驻地塞瓦斯托伯尔港的使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当时克里米亚仍属于乌克兰 乌方只允许俄方租借塞瓦斯托伯尔港 这问题导致黑海舰队一直无法从20余年的衰退期走出 2014年 克里米亚地区公投并入俄罗斯联邦后 问题彻底解决 俄总统普京加强了对黑海舰队的投入 近几年 黑海舰队新列装了三艘11356型护卫舰 三艘21631型暴徒M级小型护卫舰 六艘6363型击落级潜艇 此外 满载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光荣级巡洋舰 莫斯科号在今年完成改装 目前 黑海舰队的整体实力位列俄海军四大舰队的第三位 承担着控制黑海 恶守地中海 对抗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重任 2020年初 俄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在工作部署会议上表示 将为黑海舰队再补充16艘舰艇 包括多艘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的22800型导弹护卫舰 六艘2160型巡逻舰 和三艘能够在远海执行任务的新型护卫舰 黑海舰队目前的整体实力能否抗衡北约及其伙伴国在黑海方向的威胁呢 好的黑海舰队这些年啊 应该说随着2014年这个乌克兰这个事件出现之后 在近些年来应该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虽然说大舰不多啊 目前看只有一艘这个过万吨的这个光荣机导弹巡舰舰的这个莫斯科号啊 完成改装之后即将重新入列 但是这个总体实力应该说跟之前相比 小船还是增加了不少 那么其中呢甚至有六条飞落级的常规潜艇 水下还是很有威胁 另外增加的那些小型导弹舰啊 虽然船不大 但是通常都是小船扛大炮 甚至有些船上是装了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的 那么它的远海航行能力支持力 虽然并不是很强 但是船上扛载了重型的火力 那么这样一艘船应该说海域幅度并不大的啊 这个黑海海域使用 它的一个支持力啊 海上活动半径不大的这样一个弱点 其实就无所谓了 但是啊 小小黑板 但是如果跟北约南翼的这个海上力量相比 确切的说是美国海军的第六舰队 那么如果跟它相比 我们知道显然从实力这个角度来讲 是小屋见大屋了 一点优势都没有 但问题是我不出去啊 我就在黑海啊 黑海的一亩三分地儿 我的地盘我做主啊 那么你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小船进来 意思不是很大 大船你轻易不敢进来 俄罗斯黑海舰队以现有的这些轻型的兵力 包括水下兵率为主 那么再加上它暗籍航空兵和暗防导弹部队 它相应的这样一个火力的支撑 它可以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空中海面 这个岸上这样一个联合的火力打击的体系 我锁住黑海没有问题啊 我甚至对黑海周边的 你比如像土耳其啊 这几个所谓北约的 罗马尼亚这几个北约的国家 我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开来看 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北约及其伙伴国在黑海方向蠢蠢欲动 就是吃准俄罗斯海军的元气还未恢复 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 下大力气药重振雄风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26号报道 当天俄罗斯各大舰队在各自基地所在海域 以及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分别举行阅兵式 以庆祝俄罗斯海军节 共有1.5万名军人 219艘各类舰艇和71架军用飞机参加 核潜艇巡洋舰反潜舰等海战重器均悉数亮相 俄总统普京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 波罗的海舰队阅兵式 共46艘舰艇41架战机合约4000人授阅 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说 俄海军装备的现代化技术水平近年来持续提升 2020年将接收约40艘配备独特高超音速打击系统的新型舰艇 就在俄罗斯海军节前夕 普京于7月20号来到克里米亚克斥市海湾造船厂 参加两艘23900型通用登陆舰的龙骨铺设仪式 这是俄罗斯现代史上首次开工建造直升机航母 该型直升机航母的排水量将达2.5万吨 每艘造价约5.62亿美元 首舰将不晚于2027年建成 新舰上将搭载卡52K 卡27 卡29 以及卡31直升机 同一天俄罗斯北德文斯克造船厂举行两艘885M型 及亚森M级攻击核潜艇的龙骨铺设仪式 而圣彼得堡北方造船厂则举行两艘22350型 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的动工仪式 这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同时开舰六艘大型舰艇 对于俄罗斯全力加强海军建设的成效 有部分俄罗斯媒体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7月27号发表社论 称俄罗斯没有明确的地缘政治利益 缺乏支撑远洋舰队行动的海外军事基地 俄海军的发展还受到看起来很微小的因素的掣肘 例如缺乏自己国产的燃气轮机 难以提高新型护卫舰产量 文章的结论是俄罗斯进入了大海 但暂时还看不到大洋 俄罗斯6月24号刚举行完胜利日阅兵 这次又举行海军节阅兵 他想展示什么 从这次海上阅兵又能看出 俄罗斯海军怎样的发展方向呢 魏老师 我认为俄罗斯举行海军日的阅兵活动 他传递的信息非常明显 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军会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壮大 未来呢会走向远海 会走向深蓝 从阅兵式上或者是这种海上阅兵式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 俄罗斯现在的水面战舰 它是由80后和00后构成的 那么所谓的80后 其实就是大型的巡洋舰 虽然说是采用上世纪80年代的设计理念 但是它宝刀未老 仍具备强大的远程的反舰打击能力 而且拥有区域性的防空活力 能够为其他的水面战舰进行掩护 而且呢包括无位级大型反潜舰 在内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 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造 那么加装了最先进的 或者说个头更小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防空的作战能力 包括远程的反舰能力 反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也就是说80后的战舰 俄罗斯海军会继续的做文章 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升级 赋予它现代化的基因 那么00后的这些战舰呢 可以说都是新锐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 俄罗斯研制了R-2350等等新式的护卫舰 具备比较强的区域防空能力 那么未来告示高超声速导弹成数之后 可能也会和俄制神盾进行结合 让这种4000吨级别的护卫舰 它的远程的精准打击能力 远程的快速打击能力 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除此之外呢 各种各样的导弹艇和一些新式的导弹战舰 也在阅兵式上集中亮相 体现出俄罗斯小艇扛大炮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么所谓的小艇扛大炮 就是在不足千一吨的这种大型导弹舰上 装备口径NK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可以对千里之外陆地的纵深目标 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 具备跨区域的这种火力输出能力 所以说从这个阅兵式上 我们可以看出 俄罗斯强大自己的海上作战力量 一方面呢 是对经典的作战舰艇 包括一些服役很长的 现役的平台进行改造 同样呢 也希望在经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打造一些都内小但是火力猛的 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7月20号 俄罗斯同时开舰六艘大型军舰 包括首次开舰直升机航母 对北约齐齐伙伴国来说 是不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的信号呢 杜老师 目前的多用途两栖舰 是俄罗斯时代排水量最大的平台 如果选择在克里米亚进行建造 今后成军之后 在两海方向 在巴伦之海 包括在太平洋 对美国和北约可以构成重大威慑 目前看呢 这种大型的作战舰艇 在俄罗斯看来 都是蒸汽船 都是创新船 因为引进法国西北风 受到了美国的强力阻拦 舰船造好之后 没有交付俄罗斯海军 如果自己能够建造大型作战舰艇 标志着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 和研制水平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状态 你不卖给我 我可以自行研制 所以也为俄罗斯海军 包括军工部门 争了一口气 另外这种大型作战舰艇 使用功能很强大 今后在狭窄的水域 配合目前的作战飞机 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功能 对于在黑海 在波罗地海 遏制美国和北约 海上的攻击行动 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海上之外 在陆地上 俄罗斯的西部战略方向 也面临着来自北约 及其伙伴国的巨大压力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与欧洲联合举行的 欧洲捍卫者2020 于7月14号进入第二阶段 将一直持续到8月22号 波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 美国在演习中 向波兰调派了一个坦克营 美国陆军首批配备 战力品主动防护系统的 M1A2主战坦克 被部署到了波兰 7月29号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在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将从德国撤走 11900名驻军 其中约6400名将返回美国 其他近5600名 将在北约国家内重新部署 埃斯珀表示 驻欧的美国陆军装甲部队 将继续往黑海地区 更东边的方向轮流驻防 以提升对俄罗斯的克阻能力 埃斯珀还透露 在美国与波兰按计划签署 军事合作和军费分担协议后 美国将把最新重建的 陆军第五军的各级指挥机构 迁移至波兰 不排除将更多其他美军 调往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 据悉目前大约已有5000名美军 驻扎在波兰 面对美军在欧洲部署重心的调整 俄罗斯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动作 7月14号 约10架战机罕见同框亮相 俄军飞行战术演习 包括图160图95MS战略轰炸机 演习中图160和图95MS机组 在6000米以上高度 演练了空中加油 空中巡逻 还对训练场的多个目标发射导弹 根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 2020年3月发布的信息 目前俄罗斯拥有68架战略轰炸机 其中有50架具备核打击能力 7月17号至7月21号 俄军还实施了新一轮的战备突击检查 俄南部军区和西部军区 共计约15万名军人 400架飞机近2.6万件武器装备接受抽检 动用了35个地面靶场 以及位于黑海离海海域的17个海上靶场 北约及其伙伴国的一只脚踏入俄罗斯的后院黑海 另一个拳头从陆地上抵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这样的组合招式能让俄罗斯就范吗 魏老师 确实现在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 进行军事围堵 北约是采取海陆并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黑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展示实力 那么与此同时 其实北约也开始在东欧国家 举行这种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我们看到美国陆军还派出了改进型的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整体的攻防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为什么说美国陆军要派出 最新版的主战坦克 我认为是俄军的 特洋斯阿玛塔 这种无人炮塔的主战坦克 它的出现刺激了美国陆军 因为原来在主战坦克领域 美国陆军是非常骄傲的 认为自己的埃布拉姆斯 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中东地区也取得了很多的 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成果 也有不俗的战绩 但是和阿玛塔相比 它确实是落后了一代 所以美国陆军 希望利用信息化 包括这种主动的防御能力 和阿玛塔进行抗衡 所以会在俄罗斯周边的 这些东欧国家 亮出它最先进的 这种陆战之王的改进型号 除此之外 像东欧的一些国家 也会和美国以及美军 进行更多的军事互动 针对俄罗斯也要进行更多的 战略层面 以及军事层面的牵制 但是无论北约从陆地上 还是在海上采取这种挑衅的动作 我相信俄罗斯都会有反制的措施 因为俄罗斯的陆军 包括它的海军 以及包括它的空天军 都接收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应该说俄罗斯有信心 也有能力去打破美国 包括其他北约成员国 在陆地 在海上发动的攻势 甚至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 面对北约及其伙伴国 从不同战略方向的围堵 俄军的针对性动作 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方老师 好的 对于北约 这一系列的针对俄罗斯 可以讲是这个剑锋所指 司马昭执行路人皆知的 这一系列军事演习 俄罗斯也给予了相应的 这样一个反制 说到底就是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你有来言我有去 以演习对演习 以战备拉动 拉动整个部队的军事训练 拉动整个部队的战备反应能力 那就是对北约的各种演习 包括挑衅性的行动 绝不后退 针锋相对对等反制 展示自己强烈的 这样一个反制的态势 那么说到底也是一句话 毕竟这是在我的家门口 而在我的家门口 那是我的地盘 我一定要做主的 我觉得俄罗斯是要向北约 传达出这样的信息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 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